第388章 崭新的世界 程自成哼了一声 道 你不要拖后腿才是 最近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小的进步 正好去展现下 顾里嘿嘿一笑 道 我也是 我现在渐渐找到感觉了 我觉得我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做一名时间管理大师 真正掌握时间的傲益 唐三点点头 道 我会为你们制作一些暗器 还有新的阵盘 接下来两天就不去登山了 大家磨合一下 掌握这些新武器的使用方法 一听说有新的武器 武兵纪四人的眼眸顿时都亮了起来 唐三出品 必属精品啊 两天时间转眼过去 到了将要进入地狱花园的日子 一大早 唐三五人就退了酒店的房间 起来到了灵溪商铺 许自然已经等在那里 他将一枚储物戒指交给唐三 低声叮嘱了几句 就送他们上了灵溪商铺的马车 马车内部十分宽敞 窗户是封死的 这是规矩 谁也不能知道地狱花园的入口在什么地方 参与地狱花园团战者都会统一在一个地方集合 然后这种封闭马车会在有精神力隔绝的情况下 有祖庭派专人驾着前往地狱花园的入口 马车内整齐地摆放着五套服装 都是按照他们的身材定做好的 服装统一都是黑色的 黑色浸装 同时还有一个头套 只露出眼睛和口鼻 穿上这样的服装 再戴上头套 除了身材之外 其他的就都完全无法分辨了 这是为了在入场之前 让参与地狱花园团战的每一名参战者 都看不到对手的情况 增添神秘感 唐三向伙伴们点了点头 五人快速地换上了参赛黑衣 看着彼此戴上头套之后 已经无法分辨 唐三嘴角处勾出一抹笑容 对他来说 接下来的团战自然是越神秘越好 马车行驶的时间很长 中间停顿过两次 却没有任何声音从外面传来 马车内 只有四块镶嵌于顶角的晶体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不至于太过黑暗 五人都是闭目养神 以保持最佳状态 行驶了大约一个时辰后 唐三突然睁开了双眸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车外出现了庞大的精神力 而且精神力将他们笼罩了 也就是说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用精神力也感受不到外面的情况了 唐三重新闭上双眸 又过了半个时辰 马车终于停了下来 所有的隔绝手段在这一刻似乎都消失了 外面开始有嘈杂的声音传来 下车 唐三向伙伴们点点头 当先走下了马车 外面阳光明媚 从昏暗的车厢内走出来 他微眯着双眼以适应光线 同时也在迅速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山谷 两侧是陡峭的岩壁 此时此刻 他们就身处于岩壁之间一条宽阔的通道内 山谷向前方延伸 能够看到两侧山壁生长着各种郁郁葱葱的植物 这里的生命气息十分浓郁 却不是祖亭内部各种不同属性有所分离的状态 而是融合在一起 更像是家里成的那种生命气息 只不过更浓郁一些 此时 在这山谷内 足有十几辆马车聚集在一起 一明明身材不同 却全都穿着黑衣 戴着头套的参战者正一一从车上走下来 伙伴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唐三身后 他们发现 马车上并没有驾驭者 就像是自己来到了这里似的 两个身材高大 不知道是什么种群的生物守在前方 之所以能辨别出他们与参战者的不同 是因为虽然他们身上的衣服也是黑色 也戴着头套 但衣服上有着红色的纹路 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号牌 记住 佩戴好号牌 出来时 如果没有出示自己的号牌验明正身 杀无赦 一名红纹黑衣者冷冷地说道 号牌是和衣服在一起的 唐三 他们五个人当然也有 他们的号牌编号分别是从11到15 这些号牌无疑关系到大斗兽场团战的赌约 在脱离地狱花园之后 需要第一时间交出号牌 以确定排序 同时需要为其验明正身 组停的团战是需要担保的 每一个参赛队伍的背后都有担保者 而且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证金 一旦全军覆没 保证金是不退的 但愿意担保已进入团战的背后势力有很多 这就像是独马 让自己担保的队伍进入 毕竟熟悉他们的情况 对下注自然是大为有利 而且 一旦担保者的团队最终能够活着出来 担保者必将获得一笔相当于担保金数倍的奖励 只不过 愿意担保的势力很多 但能否找到合适的参战者就不好说了 唐三将自己的号牌悬挂在左胸处 他们五个人是一个团队 谁挂几号牌都是无所谓的 悬挂号牌 有号码 也更容易辨别自己的队友 当然 这是在刚进去的时候 如果一旦在里面走散了 队友被杀 号牌被抢夺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冒名顶替 除掉其他对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红纹黑衣者指向前方的通道深处 通道比直向前 远处的景物有些虚幻 无形之中给人一种充满压迫力的感觉 毕竟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地狱花园啊 其他各组参赛者已经开始向深处走去 能来到这里 肯定都是清楚规则的 在进入地狱花园之前严禁争斗 否则直接处死 唐三几人跟着其他对手一直向前行进 走出百米后 空中传来一些奇异 宛如一语般的乌叶声 这些声音似乎带着几分奇异的魔力 令人有一些浑浑噩噩 唐三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 同时发现自己的精神力 在这些异语的影响下 似乎变得迟钝起来 思维也随之变慢 他没有去抗衡 毫无疑问 在这地狱花园的入口 必定会有阻停的强者观察者 所有进入者 在这个时候 他要是动用自己的神识 让自己恢复清醒 那就太明显了 又向前行进了大约十分钟 不知道走了多远 前方豁然开朗 隐约之间 唐三感觉到 他们穿过了一扇大门 大门之后 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奇异的光影 在空气中流转 眼前的景物并不清晰 有种光怪陆离的感觉 如果仔细去注视那光影 甚至都有种 要沉沦一般的感觉 就在这时 胸口处的号牌 变得有些灼热 令在场的一名名参战者 受到刺激 并清醒过来 唐三赫然发现 不同团队的参战者 胸口处的号牌 散发出不同的光芒 他们史莱克团队的 五个号牌上 散发出的是 淡绿色的光运 就在下一瞬 前方那光怪陆离的 光影世界 似乎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唐三感觉到 一阵天旋地转 仿佛自己被什么东西 吞噬了一般 周围地剧烈地变化着 居然是一个单独的空间 单独地未免 作者 唐家三少 下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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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间 Не有没有 收到的 桜 傍勒 employees 机箱